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这个资料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一 之前讲过这个Member 所以你第一个当案把它 把它档案下载 如果你之前下载过 你就不用再下载了 因为理论上我下载过了 应该它已经Member好几个了 所以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路径底下 在我的系列的Users 的Typei Downloads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路径复制 放到我的那个Python的路径 跟他讲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会有一个档案叫什么 档案叫Member.tst这个档 那我要把这里面的档案 除了第一列 因为第一列是栏位名称不要 底下这几列怎么样 第一个用 还记得F.realize 不是realize realize只有读这一行而已 那realize是读里面所有的 它回来会是个串列 也就是把这里面的东西 除了第一个之外 第二个这里面的东西怎么样 帮我读进来 可是它读进来的话 那我势必要找一个地方让它放 可是问题来了 它读的话里面基本上就一行 那一行里面的话有五个资料 那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再切割 所以切割的话 你必须用什么 用Spritz Spritz刮糊里面加豆点 它就切了嘛 所以 那切割之后的话 当然切割完之后 你就要想说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五个资料 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可能你要 当然如果你动作没那么快的话 你可以分阶段 第一阶段是要能够把它开启 并且切割 OK 第二阶段的话呢 再把资料库 Insert into那部分放进来 那我需要什么 给它一个资料库 跟一个资料表 然后把它Insert into 特别的Insert into的话 你还要注意就是跑个回圈 回圈范围的话 就不是全部哦 而应该是从什么 编号0避开 编号1 有没有 0 那最后到应该到50啦 OK 所以1到50这个范围的 资料帮我读进来 并且Insert into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我们分阶段来看好了 这个可能还要熟练 因为以后的资料 大概都是这样架构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先Demo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做完的话 理论上是应该Run一下 写入成功 OK 然后另外有一支module 就是在把它读 把它从database里面Run出来 这里面的话就是这样 有没有 这个编号 然后一直把里面的东西再全部捞出来 反正我们就两阶段 一个阶段是写进去 一个阶段是把它读出来 然后呢 你可以再练习删除跟修改 大概就跟之前一样 差别是说这个档案是在我们外部 所以我们分阶段来看 第一个 一样开个新的module 那我们逐一来看好了 其实这边的话 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这边 那资料库部分可以先把它去掉 资料库 反正第一步 我们先做什么呢 先把它读进来 所以读进来的方法前面讲过 F等于open 后面的话呢 R就是小写R 后面就不用再加那个反斜线 那个拖曳次元 然后我把刚刚的那个路径 有没有 这个路径下载路径这上面这个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的话呢 有没有这个路径贴上 OK 后面反斜线 这个反斜线后面加上 我的那个档案名称 档案名称的话 我叫做 其实这个也可以 Member 那这边的话 我就是把它改成这个Member.tst 如果你怕打错字 我建议干脆你用复制贴的 会比较安全 因为复制贴的好处 是绝对不会打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自己打 自己打还打错了 差那个字就错了 OK 那这个档案位置OK了 然后read之后的话 encoding记得utu8 为什么 因为你从Google下载的话 基本上 另存心档一下 这边理论上应该是utu8 所以这个utu8加一下 那我就把它开到一个 f 物件里面 档案物件 利用这个f 物件里面 有个realize的方法 把它全部读到list1里面去 OK 应该有印象嘛 当然我底下先不要跑这个回圈 我先把它print出来 应该 而且你会发现 在那个python里面读档真的非常的简单 就两行加一个print 那把这个print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基本上 就帮我把这个里面 这个好有没有 它读进来的话最后会有个换行 所以这个最后 如果说呢 你希望将来写到资料 不要有这个换行 你就用strip 前面讲过把换行拿掉 不过问题来了 它现在怎么样 它一笔要避开第一个 这个不要 从第二笔开始 有没有 然后并且呢 要把它切开来 才有办法放进去 所以底下我可以跑个回圈 那跑回圈特别注意哦 你就不能用for each的写法 你就只能用for i in range 而且range呢一定是从1开始 为什么 因为预设是从0开始 那我要避开什么 避开那个资料里面的这个栏位名称 这个栏位名称 OK所以必须从1开始到 len整个那个什么呢 串列的长度 也就是一直到最后一个啦 OK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 把它全部都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 大家要记得 因为它中间是用什么 逗点隔开来 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split把它切开来 用什么呢 逗点 然后最后呢把它print好了 OK 把这个切开来的东西放在哪里呢 放在list2里面 OK 然后我们把它run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它切开来了 这个可以先把它注解掉 我就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全部呢都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这个 有没有list2里面 它就分别分开来了 所以我将来如果要抓这个的话 就是list2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中瓜 中瓜5-0 中瓜5-0的话呢 就抓到前面编号 中瓜5-1就抓到姓名 2就是它的生日 3-雪行 4的话呢就是它的电话 不过呢电话这边多一个这个 这个 所以最后电话呢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把它拿掉的话 它变成将来输出电话 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最理想应该怎么样 把它换行也顺便拿掉 OK 好那我们已经把资料切开来了 再来做什么 insert in2 所以呢怎么样insert in2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前面有范本的话 你可以拿范本 范本怎么做第一步哦 SQLite对不对 然后呢建一个资料库 然后底下是建一个资料表 其实我可以先的 把这上面的这五行 包含入解六行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刚刚读档的上面 意思就是说呢 我先建一个资料库 然后呢再建一个资料表 那资料表名称 那就不能用这一个 我会换一个名称叫member 然后01 OK 里面的话 我们需要有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上面名称 不过有时候我比较偷懒 有时候不懒得想 我干脆就模拟像Excel 第一栏就A栏 第二栏就B栏 Ease推 ok 那第一栏的话呢 它因为是数字 所以用integer 要不要Primary Key 我想先不要用好了 它说你可以再加 那B栏的话呢 因为它是什么呢 B栏它是一个名字 所以是Tether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C栏 C栏的话呢 基本上它是日期时间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B 这个C栏的话呢 那我们就改成Date Time OK对不对 字不要拼错 那你可以全部打大小 Date 时间的话 Time Date Time Date Time Date Time的话就日期时间 然后再来的话呢 雪形的话 雪形也一样是Test 用文字 那再来的话 最后一个也是文字 就是电话 所以再把它复制过来 OK 那这样的话 就是A B C D 最后是E OK好 那我们就建了总共有五个栏位 反正记得 一个萝卜一个坑 有点像Excel 只是Excel我觉得很方便 它全部都不用开 所以Excel为什么大家喜欢用 因为它什么时候不用做 其实它等于背后帮你把资料表弄好 就随便你放 OK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种 坐火车那个自由坐的概念 一定有位置 OK 那你就不用订了 不然的话 像资料库是这样 你一定要订位 而且你订的位置还要订对 你不能说你今天买的是经济舱 只有你去做商务舱 不行 OK 那有些地方 其实像那个 我之前跟各位 那个 关系那边有没有 那个新干线 真的你可以不用去化位 因为它自由洗 几乎都不会有人坐 我看它都是空车过去空车过来 全部都空车 可能你要到东北那边就一定要化位 因为东北车就感觉如果没有化位就没有位置 而且它有些车子一定要化位 你没有化位呢 它没有自由坐 那你就没办法 有一次我们不知道 就坐到那个 一定要化位 所以怎么办 没办 赶快去化位 还好有位置 不然的话 不知道怎么办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一个萝卜一个坑 好 那我们execute就是建的那个table 所以有A B C D E 有五个栏位了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开档 开档之后的话呢 我必须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哦 insert into 所以后面还要怎么 结合什么 结合这个 现在把这些哦 写入成光 Ctrl C 放到哪里呢 哦 这关键来的 放的位置要很巧妙 放到这里 切上 啊 记得哦 这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这边 tab 键下来 insert into到哪里呢 到member 01 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然后怎么样呢 你后面的话 因为全部 A B C D都要 所以这个瓜糊可以拿掉 那values的话呢 就是什么 必须把什么呢 刚刚切出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 list 里面的东西 分别放进来 最难的就在这里 串接的话 这边第一个要串什么 串list 1 所以把这个 Ctrl C 放到X里面 那因为 它第一个是integer integer不用 所以这个要拿掉 然后面还要再串第二个 串第三个 串第四个 然后呢 组成一个什么呢 insert into的语法 然后呢 它底下 假设你后面都做对了 it's cute 它就帮你写进去 第一个 再换第二个 再换第三个 直到第五十个 commit 确认 close 写入成功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做什么吧 只是说后面这边我还没写完 怎么写啊 请各位试一下 其实为什么这边先不讲哦 因为这边最困难 如果你这边可以过得了这一关的话 那以后哦 你从档案写 写到资料库哦 就会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个是这样最关键哦 OK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 1 用f等于open 这个把它开起来 开到这边 2的话呢 就把刚刚insert into的这边改一下 主要就改哪里 改那个 蓝的结构而已啦 我大概用了integer 跟test 跟data 3的话就怎样 把insert into放在回圈里面 让他呢 跑一次写一次 串一个 有没有 一个roadway的坑 所以这部分最困难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应该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只是说呢 你要能够很精确的 把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全部都做对的话 那以后你要写资料到资料库 应该会更驾轻就熟了 不过最难的就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要怎么做最简单 我是蛮建议各位 可以用那个format format会最简单 因为format的话 反正你就加个大瓜糊就可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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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